我和老公是没人介绍的 都是大龄青年 一开始就奔着结婚的目的去交往的 老公个子高高的看着陈叔稳重 很会照顾着他 跟我的前男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处了半年 感觉跟他在一起挺踏实 家里就张罗着结婚了 在别人眼里也许相处半年就结婚 还是有点快 可我都28了 这个年纪带农村孩子应该都上幼儿园了 家里催得紧 我自己也觉得结婚就是那么回事 能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男人挺不容易的 公婆家里条件不好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老公的工作还不错 稳定 有上升空间 所以老公算是潜力鼓一美 公婆都是葡萄的农民 小姑子还没有出嫁 婆家没有能力给我们买房 他们想把老家的房子翻修 我们住楼上 他们住楼下 我爸妈觉得这样不妥 跟老人住在一起矛盾多 我爸妈出钱款买了房 不是我家都有钱 我是独生女 爸妈自然能把给的都给我 尽量让我过得好一点 公婆知道我家买房之后特别高兴 逢人就夸自己儿子有本事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但是想到以后也不住在一起 随便他们怎么说吧 混混混啦小日子过得不错 没过多久婆婆就来了 婆婆前一阵子身子不太好 来城里看过病 她的说法是来看我们新房里住几天 沾沾喜气病就好了 我很郁闷 你生着病跑来沾喜气 就不怕我们晦气吗 我这刚结婚 我不想跟她闹得太僵 心想住就住吧 网购了她自己就走了 可婆婆这个人 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来得倒不客气 直接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女主人 做什么事情 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对我则是很挑鼻子 受挑眼 同样是下班回到家 给她儿子又拿脱血 药豆水的 让老公坐着休息 就知道吩咐我做这做那 我那个郁闷啊 在自己家里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处处受限制 结婚三个月就催生 天天叨叨这家三个孙子 那天天个孙女 住了半个月 我跟老公商量着 把婆婆送回老家吧 老公很为难 总不能赶他妈走吧 老公人老师对我一直不错 也拿她没有办法 平常看电视 费电洗 鸡费水 这样的小事 我忍就忍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 家里面特别热闹 六七个老头老太太 在家里去餐呢 接我回来 婆婆说 这都是小区里的邻居们 大家在一块认识认识 我一看家里屋檐 障记得就心烦 厨房里弄得乱七八糟 我就纳了闷了 这才来待了几天 就招一帮人来家里玩 我忍着心底的怒火 跟他们打了身招呼 我就进卧室了 重重地关了一下门 表达我的不满 那几个大爷大妈们 也很适去 不一会儿就走了 婆婆觉得丢了面子 进屋就跟我吵架 演了这么些天 我终于爆发了 婆婆大骂我不孝顺 不尊重老人 并扬扬扬要跟老公 跟我离婚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说离婚可以啊 你先从我的家搬出去再说 婆婆不可理喻 她既然说要离婚 这房子得分她儿子一半 我就呵呵了 我明确告诉她 我跟你儿子住的 是我们家婚前全快满的房 就算离婚也没有你儿子的份 婆婆不相信我的话 随即嚎啕大哭起来 好像受了很多委屈一样 这时老公刚好回来 赶快安抚她妈不知道她是怎么劝的 婆婆立马就止住了笑声 老公转而安慰我说 妈年纪大了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 你别跟她一般解释 第二天婆婆就自己要求回老家 我用老公送她回去 临走给她塞了五千块钱 婆婆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 看来我的眼光没错 老公还是拎得轻的 若是只听她妈妈的一面之词 这日子还真的没法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期待 naked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